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长辈喝茶的时候 你有几个禁忌就是一定要小心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教你一个动作 然后他帮你倒茶的时候呢 那就这样 大家好 这里是超人少年 原本呢 我们在一开始推出茶叶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工地 不管是瞧事情 在工作的时候 不要每天都灌酒啊 或者是 醉茫茫的 然后跟人家谈事情啊 然后你也发现你谈不了什么正经事 所以呢 我又找了一个 从我跟我阿公喝茶的那一代 到现在的茶农 然后去帮我们 去采收了很多很棒的茶叶 原本呢 我们是想要拍一集 然后来介绍我们的茶 然后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卖得更好 结果呢 在我们还没拍之前 我们茶叶全部卖完啦 首先在这里很感谢大家 不过呢 我们也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 你也是人生可能第一次 买到这个不是茶包类型的茶叶 大概就是一颗一颗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边 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 在家里面自己泡茶 好 那一开始呢 一边教大家怎么自己在家里面泡茶 然后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长辈喝茶的时候 你有几个禁忌 就是一定要小心的 首先呢 在一开始我们泡茶的时候 你的长辈啊 他就会拿茶杯给你嘛 通常神伴们在泡茶的时候 他的动作其实是很流利的 所以他们都会一边聊天 一边讲话的时候 然后一边帮你倒茶 那些事情就是这样啊 我们准备好的时候 就能去好好地 可以可以 谢谢 我们准备好的时候 就能够来到处理 所以第一个禁忌呢 就是当长辈帮你倒茶的时候 我知道你很有礼貌 就啊谢谢 然后就打断人家讲话 这是不太对的 这个表演就是这样啦 大家的理想也好 大家的理想也好 大家都好好来做事情 那事情做得好 我死了啦 第二种年轻人 他就是很有礼貌 所以每次给你倒茶都会给你拜一次 来 善花 善果 善爹 那些中狗你 那通常喝茶呢 人家只要通常把茶有喝过 来 喝 茶用 不管你有喝完没喝完呢 长辈看到你茶喝了 他一定会在买到 所以你在整个茶局当中 你每泡一次他就跟你拜一次 要被写清明节喔 所以呢 长辈请你喝茶 你不喝也不是 你每喝一次他要跟你拜一次 不然就说谢谢谢谢就打断你一次 所以很没礼貌 那这时候年轻人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教你一个动作 就是当人家在帮你倒茶的时候 来 帮我倒茶 来 讲试他现在他是长辈 他帮你倒茶的时候呢 就这样 就这样 或者是这样子 那究竟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做出这个动作就表示你很有礼貌呢 传说啊 当年乾隆下江南 那乾隆呢他又是一个很顽皮的皇帝啊 所以他每次围服初旬的时候呢 并不会像以前扛大轿啊 然后有多头马车啊 而是一个带个两三个小隧户 这时候呢他后面两个隧户呢 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人 第一个就是刘罗郭 跟和森 也就是当时在历史上被写为奸臣的一个人物 那这两个官员呢 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是 就是正义的一方跟奸臣的一方 那宰相刘罗郭呢 在历史典故中非常的有名 好那这两个人到底在威服初旬干了什么事呢 有一天皇上他就来到了一个客栈 客栈里面出现一个店小二 那你的店小二呢 就会送上茶叶 客官这是您的茶 那通常呢 你在客栈的时候都是随户 会去帮老板倒茶嘛 就是通常到公司里面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比较好的员工他都会跑过去 开始帮大家长辈们倒茶这样子 不过今天那个时候皇上姓是来了 皇上呢就拿起了茶杯 去帮流罗郭和参倒了茶 这个时候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群众 但是大事不妙啦 你可知道在当时的中国 万岁爷在替臣子们倒茶 这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 于是呢旁边的那个奸臣和参 他就说万岁爷替您倒茶 您这个时要嘛就五体投地扣谢皇上 然后谢属隆恩 但是呢如果做出这件事 那皇上的为服初旬就曝光了 那皇上为服初旬曝光之后呢 您流罗郭就舍练了 荒荡必租你九族啊 而这时如果你不好好感谢皇上的话 那您就是逆伦常啊 会折瘦的 流罗郭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当下跪下来叩蟹皇上 然后皇上为服初旬的事情曝光了 杀他全家 第二种呢就是 直接不屌皇上 我们就哇以下翻上照样杀你全家 一样朱九族 于是呢这个时候宰相牛肉郭呢 他就用手在桌上做了一个动作 折起来很像桂枝一样 这样子 就是扣手 然后他就说 臣扣鞋皇上 他讲得非常巧 臣扣鞋皇上 那之后呢 没事了 于是呢这个动作呢 就从当年的这样子扣手 就是以下对上一路衍生到手越伸越长 这样子就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现在当长辈替你倒茶的时候 你只要做出这个动作 那就是没事 不用被杀头 那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你就是标准标准 那是喝酒的时候 那喝茶跟喝酒的礼俗就不太一样 毕竟西方跟农方本来就 风俗文化就不太一样 所以在喝酒的时候 你这样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对人家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呢 因为茶叶都是真空包装嘛 所以你在剪开的时候呢 这些贴纸都可以帮助 你下一次把茶叶封好 就不要让太多的空气进去让它氧化 一开始怎么抓茶叶的量呢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没有那个茶勺 我们有没有看到茶壶的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圆圈 有没有 所以其实一开始咧 喝茶最重要的 不需要这么科学 就是爽就好 好我们把茶叶放进去 你在里面的这个小圆圈 你只要把它铺满就好了 然后咧 第一次 大家就可以依照这个大小 就可以把它封起来 像这样子粘起来 放一下子 然后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 家里的茶壶的容器 其实都不太一样 不过你第一次泡的话 你可以用姜泽记准 就是把它里面圆圈覆盖满 然后咧 把热水冲下去 水的水质又差很多 水的水质会很直接影响到 你泡茶喝起来的那种甜味 跟那种甘甘的感觉 那一样 水把它煮满 以前娃公又很喜欢把它弄到很满 然后盖下去的时候水炸出来这样子 那之后呢 等多久呢 大概可以等40秒左右 倒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茶色怎么样 它的茶温 是不是你喜欢的 那或者是 它需不需要泡得更久呢 有些人喜欢泡浓茶 有些人喜欢泡淡茶 但是 别人选择啦 其实泡茶呢 它有几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 有的时候一些老朋友啊 你就可以讲说 有人来问到泡茶啊 很久没见了 有时候 一起吃个饭三盒包 泡个茶 其实就轻轻松松 而且通常泡茶大概就三四泡或五六泡的时间 茶色就淡了 那茶味也就淡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 好了 可以走了 因为其实有的客人 赖在你这边不走 那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好 通常热水住进去之后呢 大家含先个两句 你就可以把茶叶这样子倒出来 因为咧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茶的颜色 所以我们 得害就拿了一个比较透明的玻璃杯 然后给大家看看 这个算是我个人喜欢的颜色 因为我其实每天都会喝的量蛮多的 所以我都会宁愿泡淡淡的 所以我都会宁愿泡淡淡的 通常第一泡是很香的 然后呢 在这一次我们买超认真兄弟茶的高级茶里面呢 就是我们台湾海拔最高的高山茶 我们会附上一个 算是我个人的小礼物 就是它不是在价钱里面 因为其实那个茶叶本身的价钱就很高了 那我们有送一个小的 可以当茶 小茶店 然后记得它前后有一个胶膜 可以把它撕开 那你就会发现里面有漂亮的 送给大家的贴心小物 这个呢 你可以拿来当成你泡茶的一个小杯垫 然后呢 也可以拿来当成丈量的尺 所以上面 不管你是木工 鐵工 或者是陶醉的 这边上面有 英寸啊 然后有公分啊 然后有台词啊 有台分啊 就可以让你去跟不同的工种 打屁聊天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上面写着 天地正气 进退有尺 兄弟好情 哪里分寸 大家哪里要分寸啊 好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讲得太扯太远了 然后提醒大家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做的这个比较薄 所以出厂前有请工资人帮他磨一下 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太利的话 你可以拿那个小沙子 就是在稍微旁边修一下 400号的沙子就可以了 好啦 那如果不喜欢喝热茶的朋友 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 推荐大家喝茶叶的关系了 就是大家在外地工作嘛 就是很累 等一下 我没有吃 这个没有夜配的不能出现 等到他们有一天找我们夜配的时候 我们再把logo露出来 其实以前我从小到大的工作环境都没有那么好 要嘛夏天就是热 热到靠杯 然后不然就是在铁皮屋下 所以你常常需要解热嘛 解壳 我们的辈分又比较小 所以你没办法去跟神伴们去抢电风扇 或者是抢到比较通风的位置 那我们就会去带结冰水 或者是让自己身体凉的一些毛巾 撕毛巾去擦身体 于是呢有一天 应该是我爸 反正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就是你把矿泉水把它先喝掉一部分 以我的经验呢 大概就是把它喝到这个上缘的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 你家中很不错的茶叶 然后放一些 这个就不用放多了 因为我们要泡一个晚上 其实如果我是喝淡茶的人 我可能就放一个瓶盖的量 我觉得就蛮够的 然后呢 如果比较讲究一点的 你可以去那种五金杂货店啊 去买一个那个很像棉的那种茶包 把它塞到茶包里面丢 那其实以前我们就直接这样丢下去 看起来很少是不是 不要紧张 不要慌张 就把它盖起来 然后拿去结冰 为什么我要喝掉一部分呢 是因为当你在结冰的时候 水的特性 当它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会变大 所以它就会炸开来 所以你一定要先喝掉 然后这个时候拿去冷冻库冰 然后冰到明天早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整天喝到冰冰凉凉的茶 然后呢还可以配你身体去解热 好 这样懂了吗 懂 好 这样懂了吗 各位劳工兄弟 总言之 上班少喝酒 好好清醒的工作 可以带给你安全的下班 那这里就是以上的茶叶小知识啦 这是超新少年 那茶包不介绍 茶包 茶包怎么好介绍 茶包打开就茶包啊 你们知道茶包懂得好吗 我会啊 诶 你们应该知道 茶包不是要从头泡到尾巴 是要喇到一个颜色 好了之后就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懂吧 这是早就卖完了所以应该还好 没有没有 来来 你帮我拿个茶包 茶包打开就这样子 其实我们这是为了服务 家里没有茶具的一般大众 我们把那个很好的茶叶 把它装到这种的茶包里面 这个包装虽然看起来很烂 但是里面的茶叶其实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要做那种茶包的那个 它量要非常大 但是好的茶叶没有这么多啊 真的没这么多 所以我们这次就当成是好玩 让大家喝看看 其实好的茶包 跟便宜的茶包喝起来 茶的品质怎么样 好 那这种茶泡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你热水加下去 然后咧 这样choke 就其实你只要choke到你的颜色 倒了就好了 就跟泡那个茶叶一样 你可以用全开的水啊 然后弄到你喜欢的茶的颜色之后 你就把它拉出来 其实可以泡个四五次啦 因为这个茶叶都蛮好的 这样不要急哈 老板泡茶给大家喝 好啦像这样子的茶色 其实就可以喝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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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